好 我的話 因為我平常都就是一直在拍戲 然後所以就沒有什麼時間逛街 跟時尚都脫節 對 有一點 然後就今年就是剛好 因為週年期的時候 跟媽媽一起去逛街 然後就覺得說 拍戲拍這麼久 總該要買個東西 犒賞人家自己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我已經大家都用搶的 對 對 帆布包 然後因為它 其實它本來是出的是黑色款 對 然後但是就是在看到的時候 這個英文字看起來 Blue Label的紙袋 新美姐 英文不好買 看到B就會覺得是威士忌之類的 對 然後反正念去週年期的時候 它把就是這個是 對 就是又聽到限量這種東西 就覺得說好 就新一盒 可以買 對 買了下來這樣子 這個包就跟它的樣子很適合 很搭 對 因為就是我平常私底下 也是比較就是休閒 就是七選牛仔褲這樣 所以就一個這個包 就覺得還滿隨性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 如果是小資女孩的話 接下來這個表就非常適合 因為它這個是 比利時的一個品牌 叫做Komono 對 它比利時一個品牌 然後這個表的價格 其實真的都不貴 這樣大概大概4千塊而已 對 對 因為它也是就是走比較簡單的路線 我覺得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其實都很適合佩戴 對 就是非常簡約的一個設計 對 這一支的話是就是 有一點點帶一點的那種 湖水綠 森林綠的那種感覺 金龜瓷 對 金龜瓷的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 是因為我喜歡它的這個鏡面 它的表面 它是有一點藍色的那種 對 感覺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所以那時候因為價錢不貴 我覺得還滿適合小資女孩 就是年輕的時候犒賞自己 對 因為三四千塊而已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兩支 那它可以換表帶嗎 它不太行 但是因為我覺得 主要也是因為它的價位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日常佩戴 以及我們就如果拍戲什麼 其實都很方便 好 謝謝老師